歡迎收看今天的才會樂156 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平價時尚崛起的故事 說到平價時尚我會先想到 夏日涼麵一律39元 城市咖啡第二件半價 女神咖啡買一送一 還有涼感一 冰涼上市 以上這些 全部都不對 LULULU 這當然是由來自瑞典 來台開設將近半年的 時尚新寵兒 運用嶄新的布料 時尚的剪裁 以及帶有科技感的圖案 在時尚圈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再以平價策略成功系消費者的注意 我們來第二天了 昨天完全沒強大 而他們在新市區佔地約900坪 裝潢也不馬虎 明亮的燈光設計 主題區域的規劃 還有車水馬龍的人潮 根本讓人一逛再逛 真是愛不釋手 而台灣區的負責人 揚言用下半年的時間 在北中南都要設有H&M為據點 好啊 台灣人的錢這麼好賺啊 這讓台灣品牌掀起一股 平價的時尚大戰 各個品牌不斷在台灣的發展拓點 懲賺熱錢 但是喜悠參半 好消息是 宣告時尚圈的戰國時代 並要打敗全國的 好消息是 趁常拼著你死我活的時候 想必會記住折扣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更划算啦 我根本天才 謝謝收看今天的潮流娛樂156 我們下次再見